进猿人洞景区啊 入口 这个进去要爬到山上面去 这个猿人洞是在山上面的 是在半山腰 台阶爬上去 不知道有多高 据说很快 我也是第一次来 南京猿人洞应该是 云古时期的猿人 开草的洞穴 里面有一些钟乳石 然后呢会有一些古猿人的遗迹 应该会有一些简单的壁画 好我们期待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大的这个 绿莹挺好的 这种趴藤植物不知道是什么 难道是葡萄吗 看起来不像 来看看叶子 这不是葡萄的叶子 好来了 跨越万年的相遇线后 南京直立人的发现 距近600到130万年间 南方古猿 然后距近250万到160万年 是能人 这个直立人是公元 距近170到20万年间的 这个汤山 叫葫芦洞出土的两枚 距近60万至30万年的 直立人头骨画石 时间跨度有30万年 很罕见 古代智人的特征 好我已经看到 猿人洞入口了 中鲁石 猿人洞里有中鲁石 看到了 古猿人洞 这个猿人洞是1990年发现的 93年在里面挖出了 旅行头骨 哎呀 这么说起来 其实历史也并不远 90年在发现的 我以为很久前了 不过也已经二三十年多年了 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文物单位哦 哇好凉快啊 一进去就能感受到这种 凉气的感觉 外面30多度 一进来就感觉 像呼叫房间 大概20多度 温度急剧下降 嗨 听到回应了吗 这个石洞还是很悠长的 悠长的石洞 融洞是怎么形成的 融洞是距今四亿多年前 澳淘系的石灰岩 然后慢慢的被地下水的侵蚀 产生的 你看南京猿人的二号头骨 是一个男子 然后一号头骨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个女子 董如石的石碎 夏天到这里边来游玩 还是很舒服的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 她的气温是比较低的 你看这是南京猿人的 一号头骨的修复模型 是一个女子 一号头骨长16厘米 宽13厘米 她的老容量比现代的人 大概要少40%到70% 推测她死的时候 大概是21到30岁 好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好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我们感觉正在往山上走 这个溶洞应该是依山而建的 哇 感觉到明显的湿度在变高 然后凉风在顺着这个洞口 往从里面往外再吹 很舒服的感觉 哦 我们已经到了 这个洞应该是后期扩过的 你看这是一些石碎 啊 这个上面还偷了个洞 你看 哎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下面也是一条路 你看 这个是粥乳石 多漂亮的 沿洞 哇 这些是在古斯 古斯物博物馆里面展展的 一些其他展区 都是从葫芦洞里面发现出来的 鹿的牙齿 棕熊的牙 鹿角 你看 这是一个过去的复原 这个就是南京圆人斗里面出土的一号头和二号头骨 这个一号头骨和二号头骨是展出在南京的古生物博物馆里面的 你看 这应该是复原件 这是一号头骨 这是一号头骨 你看 这个是一个葫芦洞的形状 这些中乳石其实是有颜色的 你看 你能感觉到它的色彩是在变化的 应该是一些青苔 说明这里的水汽很丰富的 你看 地面都是湿的 越上来感觉越湿 你看 周路湿 看到了吗 中乳石 它整个是水 这上面有一个水滴滴下来 正好滴在这个上面 金银剔透 当然我们是不能摸它的 这个中乳石据说很容易被折断 曾经柏林有景区的人把重乳石折断了 你看 这个石头有点有趣 这些应该也都是石灰岩 慢慢顺着石头积攒出来的 石灰岩顺着水滴慢慢地渗在地下 然后形成了这种褶座的形状 这里是可以看到全景了 多漂亮的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全景了 其实整体并不大 是一个浮路的形状 走一圈很快就能结束的 几十米吧 最多一百米 你看地面是湿的 走路要各位小心哦 有人看到这些水 其实还在滴的 看到了吗 其实非常精盈贴操这个中乳石 水还在在洞里不停地往下下 这个洞不知道下雨天能不能进来 我觉得如果水汽过于丰富的话 在里面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 你看这些中乳石下面似乎被折断了 有可能是游客太多造成痘 因为上面写着禁止触摸 我是不会摸它的 万一断了我可赔不起 这个可以摸一下吗 摸了 摸一下 全是水 基本上我们这个洞穴就应该已经走完了 是碌碌的地面 看 全是水 好 就是到出口了 出口又是爬上来哦 这个楼梯可够高 好 我们最后再拍一张这个洞穴 好 今天就结束了 拜拜